詞曲 李宗盛 我叫音樂 是一名纖維手作作者 我是1989年出生 09年還月有11年了 大學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 畢業以後沒有立刻準備好我要進入社會 有的人可能選擇考研 我做幾年手工看一看 最開始接觸楊寶盛 2019年的時候 在網上看到林沐千斤老師的一個作品 很喜歡自己買了一些材料 花了一下午的時間做了一隻兔子 給他還做了小房子 特別有成就感 之後就開始嘗試各種風格了 做了很多小動物 大概2015年的時候 做成一個系列時間造物 莫斯科熬在一個山裏看到好多小蘑菇 他們自己默默地在角落裏特別努力地生長 感覺上其實很脆弱 但是又很堅強 這些特質其實跟我身上性格裏有的一些東西很相似 18年底家人生病 其實那段時間就過得不太好 難過敏感和悲傷脆弱這些情緒 我都其實開始會往作品裏放 《白》的系列第一件作品就是《象的切諾》 就表現了當時的一種脆弱和無助的那種感覺 《貓》的蛻變是一種掙扎 鋒利的一種狀態 就想讓自己更堅強一點 《鹿》的平和 算是自己經歷一些事情以後的蛻變成熟吧 也算是對自己有一個比較好的對未來的期許 《象西》是做那個作品的靈感來源於 就一次辦贊助證經歷 那段時間也比較分波嘛 刻板印象裡的這種可愛的這種東西以外 我想做點別的東西 第一次展覽是在16年的12月 在東京戴觀山 它是很忐忑 會有很多疑惑,大家會喜歡嗎 我在國內的一些受眾 就女孩最後買我作品的買家 都是40歲以上的中老年男性 也有一種被認可的感覺 18年和19年,在北京開始有了兩次的個人展覽 有的人提前兩天兩夜就守著不走 想要買你的作品 一個90歲的奶奶走的時候還說 我是一個90後 就跟你來交流 就這樣 是做羊毛粘的話,先畫一個稿子 然後塑好形以後 你再做調整,然後最後細畫 如何把腦子裡最粗的那種 對作品的一個氣質的把控是比較難的 幾個小時到就甚至幾個月不等吧 前三年是不是很微薄,慘呵呵 我每天要工作大概12到16個小時 每天都是在爬在那戳戳戳 所以其實就很容易崩潰 你需要很大的熱情支撐你做這個東西 我當時的男朋友也是我現在的先生 其實是最支持我的人 通過這件事情讓我自己也越來越自信 我感覺我自己是有價值的